就剛才你也說到 其實你也很喜歡用ETF來組建投資組合 我們觀眾中途也想問你 如何可以跟你們這樣 ETF加股票組合如何去建立 想看看你可以有分析參考一下 還有他想問你 不知道是不是想做客人 你的公司是否有類似基金幫客戶管理 總之他讚你的分析很理性 多謝多謝多謝 是的 你說到底我們的服務就免得在節目上 你如果有興趣你自己去找我們的網站 再聯絡 不借那麼多空間說買廣告 我們自己 其實你說ETF加股票這個方式 我覺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信不信 信不信其實那個指數 其實是一樣 等於你是在做一個宏觀的分析 是的 我們想說整個top-down的做法 這個是變成了我們會經常都覺得 雖然股市 也會有上有落 但其實中間不同的板塊 也會有時是跑贏跑輸 所以其實是一個宏觀面的第一個選擇 這是我們的做法 第一個是宏觀面去選擇有什麼是吸引的 第二個做法呢 其實就是我們就不只是隨便買最大的ETF 當然也未必會買最小的ETF 因為流通量的問題 但是我們對自己的要求 如果那個板塊是有好幾隻ETF選擇的 我們會希望自己選擇那些ETF是第一、第二的 是的 如果有六隻、七隻這樣 我們希望會選到頭兩隻做得好的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會去看 究竟每隻ETF的那個指數、那個成分 就是他們會不會選股 是的 有些會選股,有些不會選的 那就是我們會參考這一件事 那但是第二步這個做法呢 其實比較小省會這樣做的了 因為其實第二步這件事呢 其實是很坦白說 就是其實就算外面有些institution 即是機構投資者 其實有時候都未必會做到這樣的 是的 因為其實我記得以前就算17、18年 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到東京 就是去做分享 就是港交所叫我去做分享 他講ETF是怎樣做的 其實他們有,其實對於這個世界裡面 都很多人沒有想到 其實ETF都可以說的是 叫做類似Alpha 就是怎樣去再選哪一隻好一點 是的 但是我覺得散戶不需要去到這麼仔細的 是的 反而觸中那個top-down 就是雲觀面哪一個板塊先走 其實已經OK的了